原标题 是三位英俊卑武的军人 又以那个胸前挂满军功杖的人 就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刘子林 刘子林是河北武蛮人 1937年 年仅12岁的刘子林 满怀一颗杀敌报国心 参加了八路军 成为一名抗日战士 由于他的年龄太小 最初的岗位是卫生院 胜利报社及宣传队 17岁时 刘子林调到寿阳县交通战任交通员 在送情报时与日本兵斗志斗勇 以此此 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 刘子林介入作战部队 先后任太行军区武工队小队长 严副指导员 副连长 近纪鲁裕野战军连长 在对敌斗争中 刘子林英勇善战 曾受到九州司令人勤机委的夸奖 解放战争期间 刘子林参加了上大 淮海 渡江 广东等战役 在淮海战役中 率部坚守阵地五天六夜 完成阻击任务 立一等功 在广东阳江追击战中 更是建议了以少胜多的起功 1949年11月 刘子林得知迪宝安第四师驻扎在纳弗围 于是 率领前卫连出其不意 抢先拿下敌军三十多人的牌照 由于 他使前卫连 在真知道敌施部机关驻地后 为了把握战机 他向上级请命 由他带一个班摸到敌人施部去 逼迫敌师长关忠岳投降 刘子林的请求得到了上级批准 他带领十二名战士 每人一支冲锋枪 由俘虏作向导 成夜色相来扶违的敌军师不挺进 直奔关忠岳的住所 面对这支从天而降的骑兵 关忠岳一下子懵了 自知抵抗无望后 他也无条件投降 一名时分 刘子林的三营进入内幅围 成牌的俘虏徒手走出阵地 我军不费一枪一弹 便把敌广东保安第四师 两千七百余人全部绞了谢 刘子林也因此战荣获战 斗英雄称号 其后 刘子林又先后出席了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即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 后进入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 1959年毕业后 先后任副团长 团长 副师长 1955年 刘子林荣获了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刘子林的英雄事迹 被撰写成册 绘制成连环化 从而传遍全国 其后 报刊 杂志也对刘子林的事迹 进行了广泛传播 成为一代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